这第二种可能性啊 就是这皇上犯了老财迷了 要谋夺人家这个无似王爷的家产 哎 这王爷一死啊 自己身后还没有这个继承人 这财产怎么办啊 哎 这王府啊 当然是上交朝廷了 不过呢 这库里头啊 封的是银子 城外头 有的是地 这些玩意啊 那不是便宜给同宗的兄弟们 就是便宜给外戚了 您好 我是昆仑刘时 咱们书馆开书啊 继续聊天 那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位人物是谁呢 还是一位皇子 乾隆皇帝的皇子 皇六子永荣 这乾隆皇帝的诸皇子们啊 只要能活到成年的 无不已书画见长 这永荣自然也不例外 并且呀 这永荣在学识方面啊 也要强于他人 可以算得上是这个皇室当中啊 比较出类拔萃的人 可是呢 他比较纳闷的是啊 这么样一位出色的皇子 他怎么就被这乾隆皇帝过去出去了呢 过继这种形式啊 实际上是延续于咱们华夏民族的一种传统 如果这本门的无忧子嗣 为了延续香火嘛 就在同宗或者同寺当中 过继一位啊 下辈的子侄 这样一来呢 好延续本门的香火 过继和抱养不同 这过继呢 都是来自于本族本宗的孩子 哎 这抱养就不一样 抱养啊 有可能啊 是从外面 其他姓氏 其他家族 受养来的孩子 虽然啊 这个满洲文化呀 和这个华夏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啊 这个过继抱养 这种行为啊 在这个满洲人刚一入关的一时 就开始啊 在这个八旗当中非常流行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里边啊 有一个重大的利益关系 如果呀 你是一个正身其人 也就是说呀 你是一个正户 一旦呢 没有子嗣继承你的家业呀 你的这个封地呀 很可能就会被政府收回 你的产业呢 自然呢 也被这个同宗的人 哎 就瓜分了 更为重要的呢 你会影响这一族的收入 因为这个调甲制度啊 是这个八旗特有的 在这个八旗当中啊 正身其人一丁一甲呢 都是有收入的 如果这一门呢 我有子嗣 那么对这个家族收入啊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靠军功流血换来的爵位啊 那是能够承袭的 虽然啊 是降级承袭 那也是啊 一批可观的收入 哎 这些奇人嘛 如果一旦自己没有子嗣 就会啊 过忌或者抱扬别人的孩子 来这个维系本家族的这个子嗣繁衍 清三代以后啊 这八旗制度逐步完善 对这种抱扬子女啊 也有自己的一套政策 这种抱扬子女啊 后来就另造一侧 和这个正身其人还是有区别的 这是八旗制度的问题 咱们在讲这个八旗的时候啊 已经聊过这事了 今天在这儿呢 咱也不过多的莫分 着重的要说一下什么呢 就是啊 这个皇族为了保持这个皇家血脉的纯政 是绝对不允许抱养的 如果有这种需要 必须要经过这个内务府 以及宗人府 承报核准以后 这皇上知道了 点了头 才允许过绩 那今天啊 咱们就借着这个乾隆皇帝的六阿哥永荣 被过绩给庄亲王 允许这件事情啊 咱们聊一聊这皇家的过绩 说白了呢 也就是聊了这个皇上儿子 为什么会过绩给其他人 皇上啊 把孩子过绩出去 无非有这么几种原因 当然了 这是咱们总结的 到不到的呢 还请您啊 多批评指正 如果您呢 有其他的意见 完全可以在留言区 咱们一块掰着掰着 我觉得首先呢 这皇帝也得子嗣樊胜 您像这个 咸丰皇帝 只有同治皇帝这么一个好家伙的嘞 千井帝啊 一根苗 老一苗的旗干的 他独一份 自己呀 横在嘴里还怕话了呢 就没有给别人过绩的份了 哎 说实话呀 这皇上家也因为这种子嗣 过绩制度啊 唠着过实惠 怎么说呢 您像这同治皇帝 光绪皇帝 他没有子嗣 也可以呀 在尽知王宫的身边 过进来一个儿子 来继承大统 哎 您像啊 这光绪皇帝 他本身就是过绩来的 有很多人认为呀 这皇上把这孩子呀 过绩给外人 肯定是这孩子呀 他不着自个儿带进了 哎 有您这么一说 您就说这雍正皇帝吗 哎 他把自己的孩子 老三红十啊 过绩给了自己的政敌 八爷 印四 就是因为呀 这红十啊 在平时表现当中啊 这话言话语呢 比较同情这位八叔允四 所以这雍正皇帝 认为他们都是一墨子 干脆也把你过绩给他 你们呀 人俩一块过日子去吧 不过呢 如果您一定要理解呢 这个孩子不招爸爸待见 才被过绩出去呀 您还不如换一种思维方式 这样想 是不是这位 被过绩出去的皇子 正是这皇帝心目当中 储君最大的政治对手 所以说呢 这皇帝呀 为了避免那个皇子之间的内斗 才把这个储君的政敌 过绩给了外人 这样一来呢 一下子就断了这位皇子 夺敌的念心 对这个双方可能都是一种保护 必定啊 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 摇摇哪个都疼 都是亲儿子 这第二种可能性啊 就是这皇上犯了老财迷了 要谋夺人家这个 无似王爷的家产 哎 这王爷一死啊 自己身后还没有这个继承人 这财产怎么办啊 哎 这王府啊 当然是上交朝廷了 不过呢 这库里头啊 封的是银子 城外头 有的是地 这些玩意啊 那不是便宜给同宗的兄弟们 就是便宜给外戚了 哎 也就是这个福晋的兄弟 小舅子们 哎 要是一个穷王爷 也就算了 关键是清朝啊 很多王爷都比较善经营 这城里头的暗谷买卖 以及啊 这个庄子上的这收入啊 那都是很多的 那为什么说是暗谷买卖啊 因为这八企业 他不让经商 所以说这王爷呢 经常啊 在这个商谷啊 入一些个暗谷 布名标的账本上 到了年底啊 那红利也是非常多的 他们啊 别以为这皇上不知道 这内庭他有密探 那粘杆储是干什么的呀 这些东西啊 这皇上早就门清 所以说呀 皇上呢 就得啊 给这些阔的 有钱的王爷呀 安排一个继承人 来继承这片家业 这种事情啊 往往还受到这些 王爷的卫王人的欢迎 这样一来呢 首先保证了 自己本门的爵位 其次呢 也不会因为啊 因为这个王爷的过身 这些卫王人 自此啊 就无所依靠 这过季来的孩子 他必然也得啊 管这个王府原来的福建 哎 叫一声恶娘 这皇上老爷子 要想给自己的一位皇子 出公分府啊 这麻烦大了 内务府啊 首先要在京城当中 给选一个府邸 为了迎接这位皇子爷 新主人啊 装修的费用 就得是一大笔 要是没有合适的 那麻烦了 这皇上还得掏银子呀 给这位皇子爷建一座宅子 还得呀 按等级建 若是这个贝子呢 贝了就还好一点 要是亲王郡王啊 哎 那这个钱呢 就花扯了 所以说呢 这一个皇子出公分府 这皇上啊 这多则得拿出几十万两 少则的也得几万两 如果说呀 把这皇子过去出去了 哎 那就不一样咯 那王府是献持的呀 家是摆设一英俱全 这老皇上啊 分毛不拔 就安置了自己这个儿子 并且呢 这爵位啊 宣持的 这里外里算起来呀 这工资又少给了一份 要是这么算起来呀 这过季皇子这件事情啊 那里外里赚的最多的 那还是皇上家 乾隆行的也把自己的兄弟 过季给裹君王 五岁呀 这红艳就当了王爷了 好吃好喝好戴成 您瞧 这不是天生掉下一个大便宜吗 还有一点呀 是最为重要的 哎 我认为啊 这皇上啊 把自己的儿子和弟弟过去出息 那是更好的巩固皇权 那么这话是从何说起呢 您瞧啊 这开国的铁帽子王和皇上啊 这关系都很近 不是儿子就是兄弟 可是随着这日子一天天的过 这皇位呢 是一带一带的传 这个关系呢 就是越来越远 咱们就说这清朝吧 也就说这权力呀 逐渐的从上三级 往这个下五级方向倾斜 你说这皇上他能干吗 皇上当然不能干了 一旦你这个铁帽子王啊 断了紫色了 这皇上立马啊 就给你过季一个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兄弟 这原来呀 这铁帽子王和这皇上的关系呀 应该也在血缘上都已经出了五福了 这么一过季呀 那不又成了人家的亲之近派了吗 这雍正皇帝也把自己的亲弟弟十六爷允路 过继给这个庄亲王门下 就是这个意思 说一千道一万 这话题啊 还得拉回来 咱们还得说呀 这乾隆皇帝这位六子 永荣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被这乾隆皇帝过继出去了呢 关于这乾隆啊 汪歪过继儿子这件事情啊 我倒是觉得这乾隆皇帝上述的原因呢 都有 不过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和其他情况不一样 那是什么呀 就是乾隆皇帝呀 对自己的子嗣很自信 他认为呀 自己的儿子众多 爱十七个儿子吗 不算少 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呀 那个顶个都是优秀 所以说呀 过继出一个半个的不算吗 从那个剩下的孩子里边啊 能够选出 有才能能够继承大统的不是难事 哎 可是天不随人愿 这孩子呀 可能是很优秀 可是这兽数啊 那是老天爷定的 他就没想到啊 他的孩子们啊 哎 个顶个的兽数都不长 所以说呢 这后来的乾隆皇帝呀 在会见这个英史 马格尼使团的时候 和这个马格尼呀 这个两个人促膝常谈 这话里话外呀 也能透露出来 他把这个永成和永荣 两位皇子过去出去呀 也有后悔的意思 这话要说回来了 这个永荣啊 跟永成还不一样 这永成一辈子呀 哎 这个不成大器 可是永荣就不一样了 这永荣啊 算是众皇子当中非常优秀的 这永荣不但能说善话 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 哎 在后来他接手的工作当中啊 我们就能可以看出来 这永荣啊 是四库全书的总裁官 并且呀 还主管过内务府的工作 因为呀 对这个天象天文学比较了解 还主抓过青天剑的工作 这个朝鲜史料当中啊 就多次提及过这永荣 这热和日记里边啊 就这样写 乾隆蜀意在第五子 而年前妖末 今永荣专重 这朝鲜呢 还有一部史料叫做 成正元日记 在这里边啊 他记载乾隆四十三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永荣啊 通兴力为乾隆皇帝所属意 这句话呀虽然短 但是他更细致了 他说这永荣啊 之所以呀 让这乾隆皇帝待见 就是因为这永荣通天文历法 所以说我想啊 最后乾隆皇帝 因为这个力储问题 而作牙花子的时候啊 他可能穴位的后悔啊 把这个永荣给过继出去了 那么说这皇帝 把皇子过继他人以后 要是真后悔了怎么办 哎 换句话说呀 这皇上家自己留下的孩子 死干净了 影响了这皇上家呀 成绩大统 其实啊 这也好办 那就是啊 怎么送出去的 怎么要回来 那么说 有这样的势力吗 哎 没有 可是啊 他有反着的势力 我们经常啊 在读清史的时候 会读到这样的势力 某王或者某公 一共啊 有三儿子 这老大呀 成绩了爵位 这老二呢 被过继到五子寺的兄弟家中 可是呢 这老大呀 犯了错 坏了事 这爵位呀 自然就被朝廷夺了 可是这皇帝一到圣旨 让这个老二啊 重回到此家门下 继承这个爵位 哎 这不就回来了吗 所以说呀 有此推断 皇二家要是真有事啊 一句话 这过继子 再回到这个皇上门下 继承大统啊 那惹定是没问题的 再者了 别的朝代 咱暂且不论 您看这个乾隆皇帝的儿子 永成啊 永荣 虽然过继给了他人 但是啊 这皇上家有事 您就比如说吧 这重庆皇太后 八十圣寿 哎 这带头啊 给奶奶彩衣进武的 还是这俩皇孙 看来啊 虽然过继到了 其他王爷的位下 哎 成继了人家家的爵位 但是啊 该是这个乾隆的儿子呀 他还是乾隆的儿子 该是这个重庆皇太后的孙子 他还是皇太后的孙子 就说这六王爷永荣吧 他有一枚藏书章啊 一直用到死 这枚章上 堪客的就是 黄六子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希望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得嘞 就是天不早了 咱们明日见